主席加油 红衣加油 林安侯加油 热年桃源加油加油加油 延续场外热血这一刻 球迷用实际行动为他加油 我们的拉拔判中尾 需要你们的造血干气包 事实上有看过 对对对 那个转播的时候都有在讲 对 然后想说自己也可以来做个爱情这样 在FB上面有看到 拉拔那个讯息 对 是想说有时间就顺便 拉拔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球星这样子 那自己也希望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顶着烈日场边穿梭 刺激志工首次在棒球场举办造血干气包 捐赠验血建党活动 球团应援是一大助力 我们除了支持他之外 那么也用实际的行动 然后来号召大家一起来响应 来这个关怀这些患者这样 实际上在这些现场能够建党人数 虽然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也达到一个宣导的效果在 这场宣导是号召青年建党的重要里程碑 目前台湾建党数虽然超过44万笔 但其中三成六捐赠年纪都在四五十岁 当血液年限到达55岁就得淘汰 加上五成的回捐率实际堪用人数不到18万 建党有多迫切受随者谷晓妮最能知道 他们都是真的是等不到陪队 就这样走了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 我是可以活下来 可是我多希望我的所有病患都能够说 大家的一个爱心一针 可能就到不只是他一个人 也是他的家庭 走在最前线呼吁年轻朋友玩秀咽血 让所有患者都有活下来的机会 大约新闻周诚 梁家明 桃园报道